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孩不太受欢迎 当初我们的球馆就离马路 大概快有两公里的距离 公路上我的师兄师姐们 都可以听到我的声音 就说离京回来了 当初我刚进体校11周岁 那时候已经有1米68的身高 那我的教练帮我拍完古龄以后 说我可以长到1米9几 可是若干年后 我就长到现在这个身高 城中和城岛 对是中国女排的教练 她对选材的要求其实很简单 就是你的身高要超过1米85 那当初我才1米75的身高 所以我觉得自己的职业生涯不会太久 然后就一然地退役 在我刚进入健身行业 因为我曾经是被 像这种杠铃 哑铃 练得过狠的类型 然后所以我也很排斥练这些东西 但是接触健身完之后 然后发现其实并不是我所理解的那样 竞技运动它主要是以比赛的结果为导向 那像健身大众人群的话 主要是以我们的一个健康 然后包括我们的身形为主 因为以前在运动队里没有太多的勾心斗角 或者就很随意 很随性 那一旦进入到健身房之后 有很多方面 尤其像性格上的问题 是对于我来说最大的一个挑战 那时候刚接触一位会员给他做了体测 做完测试完之后呢 他直接说一句 就是是不是我买了你的课 我让你做什么都可以 后来就拍了他的桌子 本子一扔 然后说一句 不要以为你有钱了不起 然后就走吧 这件事情因为对我的成长来说 有很大的变化 当08年5、6月份毕业的时候 我的母亲是强烈要求我回学校 其实我在跟她讲到我主要的目的的时候 我妈才改变了这个想法 因为我父亲在02年的时候 高血压 脑溢血 去世了 但当初我进入健身行业 不太清楚原来健身 可以改变人这么多的一个健康问题 当我深入学习完之后 我就跟我母亲说 也许我学了这么多东西 然后可以改变更多的家庭 然后也许他们的爸爸 可能就不会得高血压的问题 然后可能就更加的圆满一些 好 来 收下巴 来 走 把右手抬起来 来 左脚向上抬 健身教练跟医生其实是一样的 那医生是治病 教练是治心 那这个心主要讲的是身心 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身体回归自然 然后释放最好的状态